4月29日15时至30日15时 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67例 其中确诊病例59例 无症状感染者8例 朝阳区22例 通州区11例 丰台区10例 房山区10例 顺义区5例 昌平区3例 海淀区2例 大兴区2例 石井山区1例 门斗沟区1例 60例为管控人员 7例为社区筛查人员 朝阳区22例感染者情况如下 感染者374 391 418 现住均位于朝阳区 在校学生 作为感染者143的密集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进行集中隔离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轻型 感染者376 390 410 县 住均位于朝阳区 绿化阳区 绿化队员工 作为感染者298的密集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29日感染者376 410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均为轻型 感染者390 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感染者377 382为同一家庭成员 现住朝阳区 静松街道 农光里 105号楼 作为风控区 风险人群 进行核酸 检测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分别为普通型 轻型 感染者379 现住朝阳区 双井街道广河南里2条11号楼 护国寺小吃店 光明桥店员工 作为感染者165的密集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轻型 感染者381 现住朝阳区 静松街道 农光东里 33号楼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通过行业单位核酸筛查发现 初步调查有可疑暴露室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轻型 感染者388 392 现住朝阳区 去潘家园街道 潘家园3号楼 作为风控区风险人群 进行居家隔离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 均为轻型 感染者393 为感染者283的家人 现住址 与感染者283相同 作为密集接触者 进行居家隔离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轻型 感染者396 为感染者296的同住人员 现住址 与感染者296相同 作为密集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轻型 感染者400 现住朝阳区 建外街道 光辉里小区 10号楼 为大望路 地铁A口 渔州美食家常菜 饭店员工 通过社区核酸筛查发现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轻型 感染者401 现住朝阳区 松毅西里社区 通过社区核酸筛查发现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轻型 感染者402 现住朝阳区 八里庄街道 八里庄西里 128号 朝阳医院保洁人员 通过行业单位 核酸筛查发现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轻型 感染者403 为感染者221的母亲 现住址 以感染者221相同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轻型 感染者406 现住朝阳区 18里电厢 红燕市场 作为风控区 风险人群 进行居家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 无症状感染者 感染者413 现住朝阳区 催个庄乡 京旺家园 五区 15号楼 为感染者342的家人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居家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普通型 感染者417 现住朝阳区 建外街道 光辉里小区 10号楼 光辉里小区 底商一层 7号黄问鸡牛肉饭 板面店员工 作为感染者237 同事工人员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感染者425 现住朝阳区 静松街道 农光里 30号楼 作为感染者377的 密切接触者 进行居家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通州区 11例感染者情况如下 感染者371 372 429 现住通州区 于家勿乡 为感染者344的同事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 均为清醒 感染者399 408 现住通州区 新华街道 嘉华印象 老家肉饼店 通湖大街店 员工 作为感染者310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29日 感染者399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4月30日 感染者408 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感染者405 424 为同一家庭成员 现住通州区 北原街道 新仓路小区 23号楼 作为感染者237的密接和次密接 进行居家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 均为清醒 感染者416 现住通州区永顺镇 北关复合园24号楼 作为感染者 323同时工人员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感染者423 现住通州区 鹿城镇 丽景园新区24号楼 外卖配送员 曾到访通湖大街 作为风险人员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感染者427 431 现住均位于通州区 在校学生 作为感染者260的密接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均为清醒 丰台区实例感染者情况 如下 感染者367 368 385 现住均位于丰台区 作为感染者186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居家隔离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均为清醒 感染者378 380 现住均位于丰台区 脱幼机构 学生 作为感染者279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均为清醒 感染者407 现住丰台区 太平桥街道 西三环南路 甲8号 作为感染者346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感染者409 现住丰台区 卢沟桥街道 六里桥南里 作为感染者346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感染者415 现住丰台区 通东铁匠营街道 东铁匠营横一条一号楼 公司员工 通过社区筛查 核酸筛查发现 4月30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感染者421 现住丰台区 临港街道 镇港南西里 三号院 六号楼 作为感染者307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感染者433 现住丰台区 丰台街道 未到花园酒店宿舍 作为感染者346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感染者370 现住房山区 斗电镇 苏村 作为感染者220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感染者375 现住房山区 10楼镇下村 作为感染者227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29日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感染者383 现住房山区 盐村镇 大兹五草屋村 4月21日 曾前往太和大林火烧店就餐 作为风险人员 进行居家隔离 4月29日诊断为 无症状感染者 感染者387 404 作为感染者313的家人 现住址 与感染者313相同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4月29日 感染者387诊断为确诊病例 4月30日 感染者404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 均为清醒 感染者398 现住房山区 斗电镇 渔庄村 在校学生 作为风控区 风险人员 进行居家隔离 4月29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感染者419 现住房山区 盐村镇 前盐村 通过 通过社区 核酸筛查发现 4月30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感染者426 现住房山区 斗电镇 渔庄村 作为感染者337的 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感染者430 现住房山区 斗电镇 卢村 已退休 通过社区 核酸筛查发现 4月30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顺乘医区 5例 感染者情况 如下 感染者384 394 现住均 未移顺乙区 紫云英 保健品公司 员工 职工 作为感染者 316的 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4月29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感染者384 临床分行为清醒 感染者394 临床分行为 普通行 感染者397 422 现住顺乙区 南法信镇 东亚首航国际 马坡镇 马卷村 均为感染者285 315的同事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29日 30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 均为清醒 感染者432 现住顺乙区 李桥镇 樱花园 二区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昌平区 三例 感染者 情况如下 感染者386 389 现住昌平区 沙河镇 乐乎有朋公寓 公司职员 通过社区 核酸筛查 发现 4月29日 感染者386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感染者389 诊断为 无症状感染者 感染者428 现住昌平区 天通院南街 天通院南街道 天通院四区 25号楼 作为感染者 311 316的同事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 4月3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海淀区 两例感染者 情况如下 感染者 411 414 现住 海淀区 甘家口街道 景王坟 13号院 古多餐厅 增光路店 员工 感染者 328 曾于 4月21日 至24日 到访 该餐厅 作为风险人员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 均为清醒 大兴区 两例感染者 情况如下 感染者 373 395 为亲亲关系 现住 大兴区 彩域镇 后谷村 感染者 373 作为感染者 344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感染者 395 作为感染者 373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核酸检测 4月20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 均为清醒 石井山 一例 感染者 情况如下 感染者 412 现住 石井山区 卢谷街道 六厂宿舍 为感染者 307的 同时工人员 作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 集中隔离 4月30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门头沟区 一例 感染者情况如下 感染者 420 现住 门头沟区 大域街道 韩辉园 14号楼 作为 风控区 人员 进行核酸检测 4月30日 诊断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行为清醒 完美 明镜汗 明镜汇 一路